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跟大家分析香港民主党在历史上的角色 我们会分段绿制不同的层面向大家报告 多谢大家 整个结果,一个社会运动情形是什么呢?是什么是如何呢? 首先看到这对参与的人变成一个激烈的民主派 而有些温和的民主派不接受这个做法 似乎是很尴尬,很两难,不知如何处理 于是他们没有派人参与这个辞职 不过不反对这个社会运动 但是他们就鼓励或者接受市民 应该透过这个运动的投票 但是也冷处理,不发动不支持民众 不鼓动这个民众同时参与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而原本所谓中方建制派 或者是亲北京派系的人 初初有考虑过一同参与这个补选 而参与这个补选 希望可以有一个机会去打低这些民主派 在这样的社会运动里面 又浪费资源,又引入社会外国势力 这样的情况 初初是有这样的参与 会参与的做法 而渐渐想到这个状况就是说 这一波都倒不过 第一,你参与就等于接受了这样的公投的形式 而实际上就是说 这类的补选 北京派是考虑过的 那个胜算是未必大 变成互相倒一铺 而是倒不过的状况之下 于是最终的想法就是 不如不要去 这样的冷处理 于是就变成了 亲北京建制派系不参与 温和的民主派冷处理 不发动民众 而只好这帮激进的人去参与 而结果就是 那个投票率只有17.1% 而投票的人数 是50万多些 于是整个社会运动 就变成一种各自各精彩 第一就是说 亲北京建制派系不参与 可能它手握都有 八十九十万票 而一些清上温和民主派的 难处理 而令到支持民主派的票源 颇为分裂 实际上你估计到的 就是民主派可能手握的 那些票源是有100至110万票 那结果走出来 真真正正的 你会看到的就是说 50多万人都参与了政府的背贯 而支持的 只是有50万票多些 所以就变成了各自派系各自解画 各自各精彩 而形成不到一种很强烈意欲的气候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五个辞职的议员都能够成功当选 主要看到的就是说 主流的亲壁京派系的人都没有参与 这个这样的捕捉状况 在这样的情形 我们看到的 清上是一个温和的民主派 这个民主派的旗篮 民主党在这个 不参与 不参与五居总辞 五居公投的情况 依然是推动 发动他们的民主运动 其中一件事就是 争取2012普选 都要继续争取的 只不过我不参与这个 辞职运动 所以说 就发动地方民众 继续做这个 2012普选运动的争取 但是当然 有悉见之人 看到这个 这样的争取 其实 都是做一样做一世 这样的民主运动 这样的游行 这样的动员 最终看到的 声称都有一万人参与 实际上可能是几千人 所谓的元旦大游行 我们可以叫做虚张声势地去 争取民主 实际上 这个民主争取 争取到什么 没什么 你真的会看到 在这件事上 有实效 和2012普选 是有真正的关系的情况 在历史上 我们应该要记录 而事件的发展 有戏剧性的出现 原因 就是 到了 什么都发生了 表决在绩了 说了 争取2012普选 五区公投又投完 到了立法会 是真的要对 现在提出来的 所谓的 判定的政改方案 要表决了 民主派是受到挟持的状况 就是说 政府提出的这个方案是不能接受的 功能团体增加五席 即是说 而直选增加五席 而直选增加五席 实际上 就是说 在民主上 没有任何寸进 而最终 就是 民主党提出一个 所谓的改良的方案 令到区议会的 新增五席 可以由区议员提名 而市民一人一票 普选 于是 就变成了 将功能团体的 票源大幅度扩大 令到70席的 35席的功能团体 变成 以往只有大约二十多万 有特殊功能的人 可以投票之外 变成普罗市民 也有增加多一票 这样的一个变法 当然 这样的两票制 其实是不对称的 那个不对称的原因就是 普罗市民 200万选民 其实投这一票 只可以投了五个人 但是另外的功能团体 那三十席 是由二十多万的人去选出 这个是民主不对称的 从来都认为有问题的 情况 当民主党的主流方案 或者党内通过之后 民主党的主要领导层 就和中联办 开会 就是讨论民主党的方案 如何实施 实际上 整件事就是 这个全民制宪 五区公投运动 之后 那就是所谓 温和的民主派 就获得中方的清彩 所以 以此同时 所谓政制的改良方案 是一个反建议给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 而清楚地获得中央政府接受 在这个过程里面 民主党里面的 另一群的少壮派 就很明显表示不满 所以 召开记者会 宣布退党 要脱离民主党 当时有十几个区议员 主要是来自新解冻 整件事 令到以往的 所谓真兄弟事件 可能潜藏的少壮派 在这件事上 凸显了对民主党的冲突 而去到所谓政改方案而不被接受的时候 出来反对的人 包括了陶近生、郑家库 以及以范国威为首的 一班所谓少壮派的区议员 以及新界东支部的成员 在这件事上高调地宣布退党 一次民主党就损失了四十个成员